年過25歲不吃飯也會胖 就是以前十幾歲的時候 你可能熬夜 比如說大家還要去夜店玩 就是你玩到天亮隔天工作 都沒有人知道你昨天晚上幹嘛了 對 但是大概到25歲以後 默默的就是比較老經驗的 比如像Paul哥這種就說 怎麼樣昨天就喝酒了是不是 25歲代謝是最好的 大概每10年 我們新陳代謝會下降10% 如果我們一個人新陳代謝 假設是1600大卡的新陳代謝 那20%就是320對不對 對 超過一晚飯 好貨到你家 健康不用靠偏方 重褲緊緻肌膚 美容好貨到你家 腹上不是都有阿嬤在搬禮 有 你可以自己在家裡搬禮 有辦法 來 不然我給你試一下 你看 皮膚很嫩 如果睡眠不久就會腫 對 不然就會有黑眼圈 會怎麼辦 它不是保養品 它不是打開來 而且它萬用 就是由外往內 好舒服 好舒服 好事發生 跟著老師健康無負擔 走秀簡重超飛雪 五分鐘消300卡超簡單 然後再慢慢走 郭富城 很好 擺個漂亮的姿勢 一個 兩個 三個 三個 成為第四個認錯 第一個認錯給我了 有沒有很簡單 有 有 我們一起揮 需不需要這樣子 五 六 七 八 漂亮 七 二 一 攤嘴吃點心 身材就爆肥 熱量300卡 慢跑一小時才能消嗎 不用這麼累 五分鐘就能搞定 潘老師燃止速成班 馬上開班 研究顯示 每天只要消耗300大卡 就可以多活1.3歲 但是你要吃超過300大卡 一個大菠蘿就夠了耶 更慘的是 我們要消耗300大卡 慢跑到一個小時耶 怎麼 不要花那麼多的時間 可不可以不要花時間 有啊 那我們先不要跑了 不要跑了 這個禮拜 我們就要教大家 每天五分鐘 就可以消耗300大卡的 一週速成班 潘老師 那是誰在叫我呢 我們都在叫你啦 潘老師今天要教大家 叫什麼呢 第一個動作 來把腳抬起來 右腳抬一個 左腳抬一個 脫褲子會脫吧 脫褲子會脫褲子 你看快 脫一下褲子 脫一下褲子 然後跑跑跑 右邊打開 然後左邊打開 好 是不是很簡單 很簡單 我們試試看好不好 請由你跟我說 1&2&3&4 5&6&7&8 好厲害 真的很簡單 這樣子這麼難你們都會 然後第二個動作 觀眾朋友 你準備好沒有第二個動作囉 來一種恰恰來一下好不好 手抬起來 輕鬆一下 來 右腳兩個 換腳 左腳再兩個 這樣會不會 會 右腳多四個往後拉一下 再換邊 很好 再換邊 欸 很好 哇 掉得很棒 謝謝 OK 好 再來 再一次 右腳 1&2&3&4 5&4& 右腳四個 1&2&3&4 1&2&3&4 第二個了對不對 好 兩個了 第三個 還有第三個 當然有啊 多彩多姿 你看揮揮你的雙手 揮 右腳揮 然後換左腳揮一下你的雙手 很好 我們走一下位 1 2 3 換邊 5 6 7 有沒有很簡單 有喔 一起揮手 需不需要這樣子 5 6 7 8 漂亮 好 越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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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 7 go 1 2&3&4 4&1 2& 慢慢走 1 2& 你要做這個 5 6 7 耶 繼續自己 也可以 開心就好 好 三個了 好 三個了 1 2 3 對 第四個最難 好 第四 你看 你看 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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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邊 再來 兩歌 兩歌 兩歌抬起來 我要你 1 2 3 4 想會不會 會 用胸前的力量 胸大計算 1 2 3 4 你要三個也可以 1 2 3 隨便 你開心就好 OK OK 速度加快 8個可以嗎 1 2 3 8個你做給我 8個 你可以 8個 有沒有要講 8個了嗎 對不對 試試看 5 6 7 go 1 2 3 4 回去 2 2 3 4 剛才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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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朋友 把該放的東西放下來 把運動服換好 跟著潘老師一起 老師 音樂來囉 來囉 Here we go Come on 跟著我的拍子喔 Come on 不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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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GO Come on 很好 再一次 主抱 加油 再來一次 不要 跳 不要 對 後面 你讓我講幾次 好 第二張的台中穿起來 很好 聶起結到 下腳四個 Come on Yeah 再來一次 坐腳 好這麼厲害 你看看我們的主動 坐腳四個 第三個是什麼 揮揮你的雙手 你的位子對一對 我們那種 為了就 1 2 3 好可愛 再來一次 很好 然後再慢慢走 郭富城 很好 擺個漂亮的姿勢 一個 兩個 對 三個 4 再被第四個認證 換第一個認證給我 郭富城 很好 再來一次 好可愛 好可愛 子豐你在幹什麼 我在混 再做 好忙喔 最後一次 好可愛 OK 第四個動作 剛才的焦主 信不信到兩個 OK 再回去 整備給我 1 2 恰恰 很好 再一個 漂亮 漂亮 整備囉 來 還在敲下 很好看 又沒有敲下 坐小四個 剛才加了一下 再一次 難得那麼身心 坐小四個 好第三個 推變手 耶 然後慢慢走 還沒有玩 幹什麼 現在沒有決定 最後一次 嘿哈 快分手 好 準備 來 擺一個姿勢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二個 第三個 準備第一個動作 第一次 第一次 第一個動作 過去拜 很好 再來一次 最後一次 來 擺一個姿勢 你準備好了嗎 沒有 沒有 沒有嗎 沒有吧 沒有 我覺得不只喔 不只啦 你越跳越輕鬆 越開心 對 那你就會找到自己那個驕傲 對嘛 而且動作飆不愁 無所謂嘛 重點事情有動作嘛 對 對 多吃一小口小點心 身材一下就暴走 別擔心 范若迪老師來救你 一天狂烧300卡 做对运动就搞定 超速燃脂运动 吃高热量也不怕 油氧运动跳整天 不如运动5分钟 怎么办到的 明天马上告诉你 人越老 当然我们有很多的坏处跟缺点 但是里面包含了 越老越胖这一项吗 我还没有到老的境界 所以你无法训练 我试试一下学士最渊博的 好 碰 好不好 碰先来 我没有感觉年纪越大越胖 说真的以前我吃那种 三四个排骨饭都不会胖 那时候还很嚣张就说 哎呀 我就是那种不易胖体质 好骄傲哦 那个时候再怎么吃 再怎么吃硬吃哦 都是53 没想到一过四十 这个这样呈现上升 而且那个很夸张 我看了 因为我每个月有两个体重机 一个月多一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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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跟怀孕一样 对啊 我说我里面是有巨婴 还是什么的吗 一个月真的多一公斤 向上向上 然后到现在以后 68以后就呈现那个 高原期就再停在这里 你现在68 对 我现在68 那你算还很标准啊 还算标准 但是我们算是那种腹突形的 所以就比较麻烦 然后脸又大 头又大 对 但是你就不得不承认说 过了一个某个年龄 一个关卡以后 这真的是一去不回啊 哎呦 很难过 怎么一直往上累加 是不是这样子呢 Julie姐 是不是啊 我其实我也还没到那个年纪 我也不晓得 我听人家说啦 我预補 Julie姐是身材真的保持得非常好 对 我还讲说我年轻的时候啦 就十几岁的时候真的怎么吃都不胖 对 真的 而且我怎么吃都不上脸 哦 然后呢 到了35岁以后 我只要吃麻辣锅吃中咸的 第二天就上脸 那个新陈代谢整个完全不一样 对 哇 家伟你算是最年轻最优秀啦 现在 没有 因为我是很异胖体质 而且我就是以前十几岁的时候 你可能熬夜啊 比如说那时候大家好要去夜店玩啊 喝酒啊 就是你玩到天亮隔天工作 都没有人知道你昨天晚上干嘛了 对 但是大概到25岁以后 默默的就是比较老经验的 比如像Paul哥这种 我就说怎么样 昨天就喝酒了是不是 看得出来 大概看得出来 是不是过必留下痕迹 然后过了30岁之后 连一般路人都看得出来 或者是看荧幕 我们都会说怎么样 只会玩太晚是吗 哇 厉害 对 所以现在就是不等不睡了 你再过10年 你的隔壁像城那老玩都说 诶 听说你昨天喝酒了 对 我就说在10年 连一镜棚导播就说 不要再去喝酒了 很恐怖 镜头不好看 全在脸上都写出来 真的 但为什么年纪越大 好像真的是越老会越胖 代谢变差而已吗 我曾经这个问题问我这对婚事 真的吗 对啊 你抓紧脸的你还好吧 推来推去你早跳出来嘛 自己承认啦 知道吗 OK 其实年纪大 像我这个年纪 真的就像你们讲的 第一个 代谢一定变差 对 那再来呢 年纪增加以后 还有一个问题 感官会退化 就是味觉嗅觉会变差 对 第三个 就是我们的活动量 会随着年纪增加慢慢减少 对 刚刚有人讲说 你年轻的时候 对不对 哇 这个跳舞狂欢什么的 一大堆活动 那个不知不觉当中 就会把热量消耗掉 对 那你代谢变差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大概 25岁 代谢是最好的 大概 每10年 我们新成代谢会下降10% 25 35 45 对 你下降看 如果到45 你下降20% 代表什么 如果我们一个人新成代谢 假设是1600大卡的话 新成代谢 那20%就是320 对不对 对 超过一碗饭哦 那代表什么呢 你年轻的时候多吃一碗饭 诶 现在哦 一样的量哦 你每天都等于一碗饭的热量消耗不掉哦 那就怎么 会积在体内 对就变成脂肪了 是不是 然后你如果感官不好 感官不好的话老年家都喜欢吃重血 对 那就容易血压高 然后吃进过多热量 对不对